这个Dabus定理呢 这上几部分都不算很难 最难就是现在这个部分 甚至说我们需要一个Lemma来帮忙的 那现在我们要做的是1到2 就表示说F是Integrable的话呢 我随便一个Sequence O Partitions 随便一堆Partitions 如果它的最大的区间 是都会变小的话 都是去向零 则我这个Apposum-Gen-Rosum 也要去向零 那我们要做这个 好 这个就是有一个Trick 主要是要用一个Lemma 那大家看一看 首先呢 如果它是Integrable的话呢 Integrability Criterion当然也要对 是不是 我就 所以我再讲清楚一点 是说我F是Integrable 就表示 事实上呢 AR定理呢 就是说我会找到一个Sequence 它的Apposum-Gen-Rosum是等于零 现在是 现在麻烦的地方是怎么样 麻烦的地方是 任意 任意一个Sequence 都要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的那个做法是 是这样子 利用这个Integrable Criterion 对于任何的Epsilon大于零 我都可以找到一个Partition 叫做Pstar 这个Pstar呢 我给它写出来 这个是一个特殊的一个Partition 我叫它是X 我叫它是XK好不好 叫它是XK 那使得就是这个Pstar的这个Omega的这个核 是大Omega这个核是小于二分之Epsilon 这个当然是做得到 对不对 这个当然是可以做得到 By这个Integrability Criterion 我要有一个Lamma 那个Lamma呢 是这样子说 是 我 F当然是Bunded 我就是Lat 这个F呢 是小于M 这样子的话呢 对于所有的Partition P 我都有呢 就是OmegaFP呢 我发觉呢 我可以给它一个 一个所谓的上界 因此 是四个k m p norm 再加二分之epsilon 是这样子 我利用这个p star p star呢 我不叫多少份 我假设它切成k份 但是呢 upersum减roesum是小于二分之epsilon 那我利用这个小k 然后f的大m跟p的norm 我再写一遍 p的norm呢是等于maximum of delta xi 就是每一个格最大的那格的长度 那我这个lama呢 是for all的 任何position我都可以有这样子 弄一个所谓的上界 那假设lama是对的话 情况就 就ok了 怎么说 我就是 如果lama对 if true 我就另了 delta是等于 epsilon除以八个km 是这样 那对于这个delta来说 我当然会有就是 这个 有很多的pm 小于delta 是不是 pm的norm 小于delta 我现在是 当然我是假设了 随便一个sequence 它满足这个条件 那好了 满足这个条件我要说 后面这个东西要对 是不是 那 我要看后面这个东西 它是等于什么东西 它是等于 uppersum 特别的话呢 我就利用lama呢 它是小于等于 我不用写这个 小于等于 4km pn的norm 再加epsilon 除以2 一定比它小嘛 不是吗 这个是我叫做2吧 一定是比它小 然后我的pn的norm 是可以任意小的 小于多少 小于这个 所以跟这个合起来 就是小于 二分之epsilon 不是吗 这个delta是 epsilon除以8个km 当小m够大的时候 这个pn的norm 只要小 那 然后利用这个lama 我就做出来是这个 是不是 而且是 对于所有的n大于m的话呢 都对 所以我的填充题就OK了 怎么说 我随便一个epsilon大于0 我有一个大n n以后的 那个小n 我都有呢 它是小于epsilon 当然它是大于0 那结论是 limit Omega fpn 对不对 这个结论就成了 我要正式证这个 这些是给定的 随便一个sequence pn 只要这个对 后面这个要对 所以如果这个对 所以如果这个对 我对于这个delta 这个特定的delta 那后面的都要满足这个东西 那利用我的lama就成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技巧的部分 这个lama是一个 我们叫做technical lama 是一个特殊的lama 为了这个定理而造的 就是我们有需要 就是我们有需要造出这个 这个所谓的上界 所以我只需要证明这个lama就成了 这个2就已经成立了 如果lama对的话 所以proof of lama 这个 对这个lama呢 事实上是针对这个p star来的 因为这个小k是从p star里边取过来 实在 这个证明当然也要用到p star 假设我现在这个p呢 是 假设我现在这个p呢 是等于x0 x1到xm 这个是随意的 我用这个小m OK 那我就定义 a a是一个集合 是i 从1到m 使得呢 就是 我的 这个小区间 是 跟这个p star呢 是有交集的 意思是怎么样子 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 现在是a跟b 等于x0 xm 然后这些是所谓的xi 那我的p star呢 也有一些 那比如说 这个区间 它就包含着一个p star的点 所以这个x1 这个1就要在a里边 好不好 那这个p star呢 它当然包含着 第一个点 跟最后一个点 所以我们都知道就是说 1跟m呢 都会在a里边 那其他的 我就看了 有 我就叫它a 如果没有的话呢 有它就在a里边 没有的话呢 它就在b里边 b就是等于12 1到m 扣掉a 那它的区间里边 当然就不会有p star的点 不会有这些 x0 star x1 star 任何的xi star 不会有 这个譬如说 这个是x0 star 这个是x1 star 之类之类的 我将它分两类 去做分析 那 我们看看 我这个大omega 事实上就是小的 omega的 这个和 那 它有两部分 现在我将它分成两部分 一分子在a 一分子在b 是这样子 那 如果它在b里边 如果它在b里边 意思就是说 它这个小区间 完全没有p star的东西 譬如说是这个 这个区间 完全没有 黄色的 这些点 那它就活在 它的函数可能是这个样子 它是活在一个大的区间里边 p star的一个大区间里边 是不是 所有这些b里边 所有b的点 它都活在某一些p star的大的区间里边 然后 所以它不可能超过这些p star的总和 它不可能 这个和啊 不可能超过这个p star的所有的up sum减落 sum的总和 是不是 而那个总和是多少 那个总和是 二分之eps 这里是 我们这里是 我叫三 三告诉我 是这样子 好 我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 这个 这个颜色 这个黄色的 事实上我们就是已经可以算出它的up sum和law sum 它当然不间调会平均 现在呢 假设我现在有两个区间 是在b里边 这两个区间 就是这个它的右端点 就是在b里边的 好 那 这个和 当然会小于 它的 这个和是等于 所谓的mi 减掉小mi 这个大mi 当然会小于 这个star的大mi 这个小mi也会小 因为它在一个黄色的区间里边 那个supremum会比这个黄色的supremum来得小 informum会比黄色的informum来得大 所以 而delta xi又比delta xi star来得小 所以 整个不等式就是 这个不等式是对的 好不好 我需要再解释吗 所以这个omega i 比这个omega i star小 delta xi也比这个delta xi star小 那 总和不超过二分之epsilon 这个是三高说我们的 是这样子 这个二分之epsilon 当然就是 我们这个Lenma的最右端 二分之epsilon 那 我说 另外那个大a的贡献 不会超过这个 大a的贡献 不会超过这个 它是等于什么 大mi减掉小mi delta xi i在a里边 好 在这个格子里边 起码就是有 p star的一个点 p star的一个点 那 我说 首先 大mi跟小mi 它们都会小于 m的 f的绝对值 大mi小于m 小mi 是大于负m 所以这个 用绝对值来看的话 小于两个m m是什么 m是我的小f的 绝对值的上界 所以这个像 就是这样子 然后 delta xi 我已经说了 一定有一些 一定有一些 xi star 在里边的 所以 它的长度呢 它的总长度 事实上我要看 它的总长度 我说 不会超过 两个k 乘以 pn 好不好 那怎么说呢 是这样子说 我说这个前面的 绝对值是小于两个m 它可能胜可能负 我不知道 比如说小mi很负的 但是都不会超过负m 所以这个区间就两个 delta xi 就小于pnorm 这个一定嘛 pnorm是它的maximum 问题是说 有多少格 是在这个a里边 那我说 能够包含着 因为它的点 a的特点 就是说 它是有pstar的点在里边 那 它顶多两k格 它顶多两k格 在里边 如果有两个pstar 那你就赚了 那最坏的状况是怎么样子 是 是这样子 这个是 原来的这个p的点 然后 你的pstar点刚好在中间 譬如说是 是这个 那这个点呢 就 就 涉及 这个i 跟i加1 都在这个大a里边 是不是 因为这个点 所以呢 这两个 这两个 所谓的index 都是在 这个大a里边 所以呢 pstar的 任何一个点 顶多就是影响两格 所以总共有多少格 是在a里边 顶多两k格 是在a里边 是这样子 我小心一点 应该是两k加1了 两k加1 两k加1比较正确 它总共有k加1点 当然左端点是1格 右端点是1格 也对啊 两k格 大家只是数一数 所以合起来就是等于 4k 大m p star 这些常数呢 从不同地方来的 这个大m是小f的upper band p norm 当然就是原来这个p的 那个格的最大距离 那小k是从p star来的 那所以合起来 合起来就是 就是这个数 因此呢 我就有呢 就是我的omega的fp呢 就会是等于 summation的i在a里边 再加summation的i在b里边 的这些所谓的omega i delta xi 那每一个呢 是小一等于 4个小km p norm 另外一个呢 是二分之eps 那就是我们 这个lanma的命题 那我就做完了 这个lanma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 Dubus theorem 我们整个就做完了 那 事实上呢 这个Dubus theorem呢 我们有就是 这个f是integrable 是我们这个第四个 相当于就是说 是limit r的fpn 是等于i 就是那个remand sum 刚才所写的第四个条件 我应该这样子说 我的刚才所写的第二个条件 事实上是 我们说任何partition 如果它的norm是去向0的话呢 它的upper sum减落 sum就去向0 所以从这个第二个条件 事实上我是可以 用remand sum的语言 说这个limit 这个remand sum of fpn 是等于0 是等于i 当an去向无穷 就是我们刚才 三跟四等价的整个技巧 我可以 刚才是用在这个regular partition 现在是你的2呢 事实上是任一个partition 有这个条件 那我对照的remand sum 就是要收敛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它的upper sum 要收敛到i raw sum要收敛到i 所以remand sum也要收敛到i 对不对 那所以 这个是 可以等价的 那 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等价的状况 我们就可以将它浓缩 写成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那我们书上 就是这样写的 我的remand sum 当我的pnorm是去向0 它也有一个limit 这个函数来的 这个好像是 这个norm的一个函数 这个p的一个函数 这个remand sum是一个p的一个函数 当p的norm去向0 它的limit等于i 是这样子 那这句话呢 是这个意思的 随便epsilon大于0 我都找到一个delta 大于0 使得呢 使得呢 就是说 我的pnorm for all p 只要pnorm呢 是大于0 小于delta的话呢 我的limit sum 跟这个i的距离 就要小于 epsilon 那很多书呢 写这个dabus定理呢 事实上就是 这个事实上是dabus当初正的东西 那你如果有这个的话呢 你就会有这个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 我叫做第五个condition 或者是 这个我叫第五 这个我叫第六 好不好 那这个是很多书 都会用这个来写的 只要我的partition 就是 这个格间够小的话呢 这个就是i 可是呢 我们喜欢用sequence 因为呢 在应用上的话呢 用sequence呢 是 更方便 而且呢 我在证 Fundamental Theorem of Calculus的时候呢 我用sequence就够了 那所以这点呢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我要写这些 要写一个例子 这个是重要的例子 刚才这个dabus定理呢 写了就是说 f是integrable的话呢 我的积分呢 是等于 limit of upper sum of pn 也等于limit of lower sum of pn 这个pn呢 是regular partition的 那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也等于我的limit of remand sum of pn regular partition是我们最容易找的partition 他们的upper sum减 low sum 是可以任意小 如果是等价于可计 这个事情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来的 那而且呢 利用他们的limit 我就可以找到这个 这个 积分了 那我相信大家呢 去年在 微积分的时候呢 有做过类似的 这次题目 不要说去年 你们在高中 大概都做过类似的题目 我们会有一些和 这些和的limit 怎么样子去求 那 这都不是那么容易求的 事实上 如果你没有用积分的方法的话 现在呢 我们都干脆呢 就是将它看成是一个remand sum 或者是看成是一个upper sum 然后 利用积分的方法呢 去求这个和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是 而且现在是严谨的 重要是这个东西 现在因为我们的定理都建立起来了 这个定理呢 完完全全是没有漏洞的 没有这些 大概是怎么样 应该是怎么样 那种语言的 我们都是很精确的 那我就将它写成是这个东西 那我就考虑 f 一个函数 函数是什么 函数是 当然是根x x在01上面 然后regular partition pn regular partition partition p等于pn 那这个时候呢 我在01分成npn 所以xi呢 是等于n分之i 就是这些和 那delta xi呢 就是都是等于n分之i 我将01 一个区间分成n分 每一个 每一个小格子的长度呢 就是n分之i 所以呢 而且呢 这个f呢 是连续的 f是continuous 它是continuous on01 所以它可接 continuous on01 所以imply它是integrable 因此我的 这个limit 这个limit我叫做 叫做小a 好不好 这个小a呢 事实上是等于什么 是等于我的summation 我的f的xi 是右端点的 全部都是 没有格子的右端点 然后delta xi 是i是从1到n 这个你可以看成是一个remand sum 也可以看成是一个up sum 无论如何 它都收敛到 这个是 也可以是说是upper sum 也可以说是remand sum or remand sum 那 by我的定理呢 就是我的4.8 我就知道它是 它是可计的嘛 所以 remand sum的limit 就出来了 就是 这个是要limit n去上无重 所以 是等于我的积分ab fx ab是什么 就是01 的 根next dx 这样子的一个sum 当tick limit以后呢 就一定要收敛到 我的积分 i值 这个积分呢 你算出来 就是等于 这里我不算了 你算 应该是等于三分之二 那就是表示说 我这个limit呢 是收敛的 收敛到三分之二 那现在呢 我们的定理呢 已经讲好了 连续函数一定可计 那如果你可计的话呢 你就可以用 这些regular partition 去算它的 upper sum 或者是law sum take limit 就是我的积分 那现在我是利用积分 来算 这些upper sum的limit 简单来说 是这个样子 OK 我们今天就来到这里